大家好,我是江宋老师,你们可以叫我Alan 这门课的名称叫Java 8考题认证解析 那我目前在巨像电脑这边是担任甲骨文的Java原厂的认证的授课讲师 除了这个以外,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叫乘以有限公司 主要的专长是在First Day我们站的前后端的设计部分,我们的接入的业务 这里会强烈建议大家来考这个Java认证 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 当然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市场需求,就是职场 以及它是有全世界最大的资料库管理工资加股文的品牌的保证 你在履历上写,是可以有加分作用的 然后它的考课来讲怎么分 当然这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最简单的市场需求 台湾来讲的话,大家找工作第一优先一定是从104吗 当然还有几家 你到这在这个keyword打上层次设计这四个字看 以目前的职场需求,这几年很夸张 以前层次设计可能几千份而已,现在是万,一万多家 那我们再做第二层的筛选,大数据的筛选 再针对如果说是Java的需求呢 五千多家,等于是这样想好了 每两家需要层次设计的工作来讲 就有一家需要会有Java的技能 其实其他也是要算 而且这公司都非常大,都非常之大 都是世界有名的 所以在大家的资金跟时间有限之下 我们怎么针对自己投资 当然是要最有报酬率的证兆 公司就直接这个产业需求嘛 然后它的这一个原厂认识 以后甲骨文的授权 我们当看了甲骨文的这个Oracle的网站 有它授权保证 分成两颗,两颗加码8 第一颗叫808 第二颗叫809 然后他们报考考试方式的这样 就是说选择题 70题,时间是150分钟 考过的分数是65% 那有些人可能说 那我到底要考哪些 它这个官网都是它的 Rabbit的exend topic 从最基本的开始 Data type这一些 大家都看到官网可以去查 这他们考试的那些 keyword topic 9也是 809第二颗 第二颗更深 85题选择题 65分过 时间也是两个半钟头 两个半钟头 这个价格不是参考 应该写错 你们要报考的话 请透过巨匠的认证点 去购买 这边的那个考试讯源 大家会有优惠 会有优惠 那一样官网来讲的话 一样是可以看到 这个Tabic的部分 Tabic 好,这很重要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 所以说按照市场需求面 之大 现在加百人才是 刚刚那是只有台湾 大陆更夸张 更夸张 所以大家投资这一个课程 这个征兆 恭喜大家了 会选择认照 然后我们这一个课程的安排方式 我是这样 大概收集了啦 808 220题的选择题 809是 126 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各位同学 上课的话 不能死背 不能死背 那是模拟类似题 当然这个题目来讲 一定要充分理解 充分理解 那我上面的做法 我会直接就实作 整个打成程式码 那你可以透过你熟悉的开发工具 Eclipse或是Netbin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丢进去 你可以直接copy 把整个档copy放进去 好,我们的课程 这里会有教你怎么去放到你熟悉的那个操作界面上 那媒体一定要亲自实作一次 实作一次 不要背 理解 可以帮助你 不只是 这个拿到证照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OK 那上个课程来讲的话呢 有办法帮助你 绝对有办法 你就按照着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跟着做一遍 而且要理解 一定有办法帮助你顺利考上 这两张证照 OCA跟OCP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你到这会得到的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利益 可以帮助你 重新整理一次 你当时所学的加法的原理 语法当时原理 因为我们当上课都这样一步一步 这里它算是整个打开的 每一个题目里面牵扯的观念 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好几个 等于是帮你总复习一次 所以帮助不只是说 可能有些学生要上课 或是职场上 对你觉得有帮助的 就有帮助 但这个课程有几个基本的基础 你要具备 最好是你学过加法8的OCA OCP的我们原厂认证课程 是最重要最好的 那有些人可能说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话 那你最基本要具备这几个观念 什么叫物件导向 什么叫继承 多型 抽象 界面 API应用 很重要 它是API应用 还有它新的 Lambda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观念要有 这样子的话 那个题目 你就不会流于说死倍 死倍我觉得也风险蛮大的 你要理解的话 保证你绝对没问题 题目出来的 你可以慢慢推 慢慢推 一定可以过的 一定过 你就跟着我的步骤来做就对了 那所以说 在这里 也预祝大家能够学习愉快 顺利考上这两张认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